千燃氣和藻礁是減煤、減空污和保育之間的權衡 是環保和環保之間的選擇 請大家不要相互攻擊 不要相互傷害 我必須明確告訴大家 核四絕對不是選項 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不僅要追求電量的足夠 也希望發電配比能夠符合國際趨勢 燃煤不符合靜零碳排的趨勢 燃氣也成為堅固穩定供電和減碳減空污的能源選擇 最近受到矚目的第三接收站 也是因為有這樣的趨勢 開始落實推動 我們在2016年執政之後 我們大幅修改了前政府232公頃開發的面積 現在只剩下原規劃的十分之一 大家剛剛也聽到鄭文燦市長的報告 這幾年來我們中央地方合力投入了包括關心藻礁在內的桃園 27公里海岸保育 接下來我們更要規劃成立基金 針對全台多處的藻礁推動系統性的保育工作 我知道社會對三接站的議題仍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必須強調 能源轉型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這不是路線之爭 氫燃氣和藻礁是減煤、減空污和保育之間的權衡 是環保和環保之間的選擇 所以我們會要求行政部門跟黨公子 持續和關心的團體、朋友溝通 保護家園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我們的目標一致 只有選擇實現的方法 我們或許有一些不同 因此請大家不要相互攻擊 不要相互傷害 抱持著一個理性、努力溝通 那麼我們一定可以共同尋求出解決的方法 一起度過能源轉型的這一關 另外我也特別注意到 最近重啟核四的聲音又出現了 我必須明確地告訴大家 核四絕對不是選項